我们先复,现在我们复习什么是函数的微分以及它的线性近似值 我们是叫differential 就是函数的微分和线性近似 那么什么是函数的微分呢 我们给函数前面加个d就是它的微分 那它就是函数的这个derivative再乘上一个dx 这表示它的函数是 这是表示它的函数的微分 那么我们说函数是可微的 在1元函数里面 我们就是它的derivative是存在的 是等价的 我们也说一个函数是可微的 也就是说它的derivative是存在 就表示说函数可微 所以说differential就没有什么特别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可以讲的 我们说如果y等于x的三次方 那么dy就等于3x平方dx 你给它求导 然后再乘上dx就是了 如果f是等于2的x方 那么df就是2的x方再乘上log2 再dx 就是微分 微分就是求导在乘上函数的自变量的微分 但是对我们学的以后 学到多元函数的时候 这个就不对了啊 differential并不表示它的derivative derivative存在并不表示它是可微的 那么对于微分 它有个简单的应用 就是如果说y等于fx 那delta y它近似的就可以用 这个来表示就是可以用它的微分 来 近似 它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fx加上delta x 我们是减去fx 可以近似的用在这一点处的函数值 再乘上delta x来表示 因为delta x就等于dx 自变量的增量 跟它的自变量的微分实际上是一样的东西 或者说 或者把它写成fx加上delta x 可以近似的用fx 加上在这一点的derivative再乘成delta x 或者说是fA加delta x 可以写成fA加上在A处的derivative再乘成delta x 这是函数的近似值 就是说 在它附近的A附近的一个函数值 基本上可以用在这一点的函数值 再加上这一点的函数值 加上自变量的增量 这什么意思 那我们来看一个 我们说oprox oproximate 例如说我们三次根号0.99 这是三次根号0.99 那么跟它最接近的我们知道是1嘛 三次根号1 就等于它自己了 那我们可以可设fx是三次根号x 我们可以令A就是等于1嘛 那么 f0.99 我们可以写成是f1减上0.01 也就是说这个负的0.01是delta x 那么它就可以近似的用f1 再加上f在1处的导数 再乘上负的0.01 这是1加c减上0.01 所以这是f1加上在1处的导数 乘上delta x是0.01 负的0.01 那么f 我们知道fx的导数是x的三分之一的导数 所以是三分之一 x的负三分之二 所以它在1处的导数是 就是三分之一 而f1本身是等于1 那么再加上f在1处的导数是 三分之一乘上负的0.01 所以等于1减去 1减去三分之 0.01 1减去三分之一 差不多是0.033 0.9 0.9 0.9 9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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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可以是这样子写啊 或者说是你要看是哪种 这严格的是等于这么多 或者说你约等于0.997吧 保留三位小数是这么多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f0.99 就是根号下0.99 三次根号下0.99 就约等于0.997 或者0.9967 或者0.996 无限 6 无限循环 无限循环 这是我们第一个例题 那么第二个例题 我们 approximate 比如说tangent 44度 最接近它的我们知道有个special angle 就是tangent 45度等于1 我们可以设fx就等于tangent x 而a就等于4分之π嘛 Δx是等于44度减去4分之π 4分之π是45度 那么就是180分之1π 是1度嘛 1度是180分之π嘛 是负的 负的 所以我们知道tangent 44度 我们约等于tangent 45度 再加上tangent x的导数 然后在x等于4分之π处取值 然后再乘上dx是负的180分之π tangent 45度等于1 好 负的180分之π tangent x是second x square 那么4分之π 所以1减上180分之π second x second x 是cos x的倒数 cos x4分之π 或者倒过来直接说吧 second 4分之π 所以是 就等于根号2 它的平方所以是2 所以等于1减上90分之π 我们可以把π用3.14带进去 差不多是 3.14 那也就是30多 那我们也就不去算了 1减就是分之π 因为我们可以用计算器算一算 看一看它们相差有多少 好 这是我们linear approximation和differential 这部分的内容 那就没有太多的可以讲的 但是我们知道linear approximation 是怎么做的就行 嗯 我们是可以用的是这个公式 那这一部分我们只复习到这这么多